我也那个比较反派 比较强势的 当然他在里面不是坏 但我收到的观众的反应 大部分都是菜市场的菜饭 他说 张晴啊 你也比较好的 比较拜托 对你媳妇 返得这样心 你也做大家这样 对于识者 是的 不好意思 那不是我爱的 那是电视里面 我这样演他比较可能 事实上他们对我倒不是说 很生气 他只是替媳妇不平 但是我碰到的骚扰是 那个是在嘉义 他自己种水果 他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 他们家是种苹果的吗 不是 都在一起 柳丁 柳丁 他你知道他从南部 拿了多大的一箱 从那样做得很辛苦的 客运做上来 然后拿到柳丁拿给我 他拿到电视台在那边等 后来我们公司的人看到了 他说 群姐 他这是来找你的 我还记得 他叫阿蘇 他姓林 然后除了他之外 我还有每天三次打电话给我 我不晓得他哪里找到我的电话 对 怎么会有电话 他怎么会有电话 对 她说他来当我不要钱的佣人 我说我自己当佣人就可以了 我自己打扫 我说你这样每天 他三次都天天在你身边 那还得了 我为了贪小便宜 为了让你的免费服务 绝对不可以这样 而且秦姐一起床 她就 终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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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在那边坐大 好 阿蘇 热爱的练舞 飞龙飞虎 不过很多观众是真的很可爱 但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恶意的 但像景萱这种要小心一点 现在这个很多的 很可怕耶 比较不理性的人就必须要防范 是 我觉得就是网路的力量 有时候太大太可怕了 像那种网路霸凌 我自己其实也有 就是 试过 有 经历过 你没事去试试 可是我去霸凌别人 根本都没被霸凌 我来试试看 神经病啊 对啊 就是各种言论 就是他都是为了想要 让你 引起你的attention 真的 对 就比如说什么 无脑还生小孩什么的 就是会骂到 有时光就可以生了 为什么要不要闹 他的意思就是 他除了是骂我 还会骂到我的家人 或是我的身边的人 那种我就会觉得很 还蛮生气的 对啊 所以对于 我觉得就不要做人身攻击 应该是说不要网路霸凌吧 诶 有道理 对啊 所以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 有时候演戏啊 那个入戏太深 会不会有时候真的 抽离不了这个状况 我有遇过耶 因为像我们在拍八点档的时候 我们很常是像 我们在吵架的时候 常常会吵架 一边吵的时候 会一边滴眼泪 然后骂对方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你像这样对台湾 你说什么 就啪 就打下去了 对不对 好几场戏就是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跟我前男友 在家里吵架的时候 他也是讲的 让我真的很生气的话 然后我就像演八点档的一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 演的就滴下来了 然后就会记在五十三二 你说什么 能听吗 啪 我就把他打下去了耶 这辈子第一次打人耶 他只是把一样的话 翻成国语 再讲一遍 对 但当下我那个前男友 他其实自己也有吓到 因为他 我怎么可能会突然间 就打人家一巴掌 你们一般生活中 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他就在电视上上演 但是我后来 我有跟他道歉 我说 你真的讲得让我很不舒服的话 但我必须承认 我有点过头 我觉得可能是 入戏太深 其实对你们来说 也是职业伤害耶 有一点 职业伤害 他会跟你说 你是要哭什么 在演戏是不是 对啊 这句话很傻 这句话真的超傻 就在演戏 演戏傻呀 怎样